2018年7月13日 美籍华人王纯杰夫妇将云岗石窟第七窟险碑装人物头像赠予山西博物院 至此这件在海外流落近一个世纪的国宝回归故土 该人物头像雕刻于北魏时期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被盗 王纯杰夫妇从文物藏家后人手中购得并将其捐赠 此次是王纯杰夫妇第二次向山西博物院捐赠国宝 2016年曾捐赠一件云岗石窟第十九窟的石雕造像 带国宝回家不为别的 只因他们是中国的宝贝 王纯杰表示 让流失文物回归故土 是夫妇二人多年的心愿 我们抛砖引力 希望大家都能跟我想法一样 看到了就该拿回来 我们下期见 Perhaps